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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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说了我们的RiskMan 亦都说了我们如果上班上到Discrimination Culture 你有没有其他题目 其实你又想借着这一个平台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或者未来其实 因为我都知道刚刚Viktoria政府出了一些新的Policy 你有什么新方向 是告诉将来的香港人 OK 我们估计它出新的Policy 那条数据出来之后 我们估计其实应该到差不多9天 整个Viktoria 是 它将将未来的Nursing的Target 由原本的数目减了一半 这是二三至二四的Target 是比较去年 即是比较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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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能够摸到这条数目减了一半 其实它计算是 就已经差不多了 开始像一个Slow Down 慢慢 我们自己医院都请求 好像说 三年来第一次是Nursing staff 请求人 是的 有些Department 甚至乎是Over Staff 但是我这么说 这里的Workforce 是很不稳定的 好像之前那一集说过 比如说人们的Geographic Location 搬离 近家 都会影响到Workforce 特别是我们CBD的期间 其实我们说 譬如 ED 好像之前也提过 ED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条数计算出来是Over的 甚至Over Way Over Over了20个EFT Full Time Staff 但是我们现在 看回9月的时候 它们又会有Ava Vecancy 其实原因是 并不是说 Over很惡做很难做 而是除了一个 刚才那个原因之外 就是 其他医院 其他个organization 都有很多 很好的opportunities 嗯 接下来他们可能 增加一些服务 是需要一些specialist 我们譬如说ED 我们有同事 很多都是去其他ED 都做 譬如说specialist 因为 其实说实际 Alfred是 真是一个 ED出名的hospital 那里面 Train up的staff 在其他医院 也都很吃香 很吃香 所以他们 要找工作 不难 要转地方 不难 所以我们留人 亦都有困难 我觉得很多 澳洲同事 觉得Alfred 是一个搭脚石 尤其是Fresh Grid 有些认为 做graduate program 是很 proud 但是真的做一两年 或者做一圆的grad program 立刻转到其他医院 因为我们医院的trauma team trauma service 都很厉害 嗯 嗯 我觉得 那些budget 就去参加了 是的 是的 因为是 太出名 个个都慕名而想入这个Department ICU 这些 那变成是 但是进入几年 其实 我想他们学到东西之后 就真的觉得太辛苦了 是的 都是等于我以前 一毕业 打算入QE 是无人行的 概念一样 嗯 不过 你说到现在 我没有后悔过 我还是坚持 我没有后悔过 来到这里 真的没有后悔 因为 这里我看到的东西 是 跟以前的两个世界 真的是两个世界 嗯 你的眼光是 闊了很多 闊了很多 是 对 不过 我自己是享受在英文环境做的 OK 我自己享受 所以我想 可能跟一些 刚刚来到的朋友 就是 他们困难的事情 我就觉得 没有那么难 我自己觉得 但是 另外 我有一样想说 就是 未来 Victoria 会谈新的 Enterprise agreement 大家都很紧张 就是 家人公交也好 嗯 到里面 可能一些 工会上 制定出来的条款 可能将会有变 会变些什么 大家都很关心 那 准备就绪中 二三年尾 应该就会谈 其实 谈是哪两个派对 就是 一个叫做 VHIA Victorian Hospital Industry Association 所以又不是AMMF谈的 这个代表雇主 哦 这个代表雇主和AMMF谈 另一个就是AMMF 哦 即是劳资和 劳方和脂肪 劳方和脂肪 对了 哦 那 VHIA就是劳方 哦 sorry VHIA就是脂肪 脂肪 我們AMMF谈 是劳方 那 通常谈 就 有时间谈 不过 我想大家不太知道 谈是谈什么 其实就是 每年 每一个省 即是 Victoria New South Wales South Australia 其实他们会轮流地 去跟劳方脂肪 去谈谈 究竟未来的财政年度 那个人工 哦 每一年的 是 通常一定制定 可能是四年 或者五年 哦 但是那个州份 基本上就是rotate到四年 是的 基本上澳洲都是只有 五个省 六个省 是的 总之是rotate Anyway 那 刚刚 这件事就是正正 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 很多时候 网上 或者是 谷局里面 一些人说 哎呀 Victoria 竟然是全国人工最低 嗯 Queensland 很高 最高是Queensland 其实是因为 Queensland 是刚刚谈完 那个Enterprise agreement 他们就是处于全国最高的位置 嗯 Victoria 刚才也说了 在年底谈的 就是刚刚去到水尾了 现在我们是 轮到我们谈的时候 轮到我们谈的时候 就是澳洲最低工资的Nursing 就是在Victoria 这个也是ANMF 谈判其中一个筹码 因为每一个州 和他们自己的employer group 去谈的时候 永远都是argue 所以按这个点就是 我们是全国人工最低的 嗯 那就去bargain 一个最高的percentage 的人工的增幅 所以现在 只不过 刚才Queensland 是刚刚可能谈完 他们就是最高的水平 嗯 但慢慢到去 二四年五年的时候 大家就会 有一个level的情况 接着就会高 轮到Victoria 最高 到Queensland 谈的时候 Queensland 就会谈自己 我们是全国最低人工的 但是不是只有监 不会这样的 是 OK 即是现在我们 时薪 40 我啦 40左右 即是这么多年 慢慢累积出来 嗯 我们 我没记错 如果我记得 我来的时候 RN的时候 是 32元 怎么生存 你也知道 那时候又便宜些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32元是MAX 哦 嗯 不过 其实就算这个MAX 也不是差很远 跟我现在的时分 也不是差很远 嗯 还是 我 我知道 ANF 就会喊 喊得很大 正常 只是谈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想说 就是 这里因为民主社会 嗯 哪个政府 由哪个党执政 是很大 是 通常现在工党执政 无论是Federal 和State 都是工党执政的话 Union 通常是谈得 没有那么硬正的 嗯 可能是 真的有compromise 我不知道 最终可能 其实桌底已经说好了 5% 那 那 Union 就会有5% 那政府也会有5% 那就 没有什么industrial action 嗯 你发现工党通常 谈完都很和平的 到Libro上场的时候 在我最初来的那几年 Libro是做Victoria government的时候 就拗得很厉害了 就很硬正了 AMF 甚至乎 罢工了 嗯 出现罢工的情况 香港也是近日才出现 哈哈 那 这里罢工很有趣的 Dinners是有权剪床的 哦 嗯 即是不是派床的 他可以说 即是在病房中 他可以扔下方法 把这床障碍 嗯 那他不修症 那他们如果联合起来 就是整个Watt 都不会修这个病人 那 就会有这些频道 不过 英国为例 他们刚刚那次罢工 那些医生的医生 一起在家罢工 接着 就是很欲宣 最后政府说的东西 又说 我们这些医生 又不顾人家安難的 嗯 这里有没有试过是这样的 这里上一次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大部分来说 的人 都挺支持的 就是普通的citizen 普通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澳洲罢工 是非常常常的 嗯 我想那时候我要说 就是要求是挺 reasonable 不是说我要加百分之五十人工 但是市民都觉得 我可以接受 那时候如果没有记错 可能要加4% 最终 compromise 4% 但是又这么说 如果当Victoria人工又上升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有其他state 那时候湧入Victoria 这三四年做事 如果知道这个系统的话 是不会的 因为大家知道 这么想就赌回他 过几年又是我的 哦 突然为什么要搬呢 嗯 就想一下 大家都是那句 如果在香港打算来 都是快 都是那句 对对对 很快都很快 嗯 其实你是不知道 还有一个想说 就是EPRA 其实是很留意香港的情况 为什么呢 嗯 嗯 他知道其实 呃 可别说 很多人 很多香港的人 申请的EPRA 是啊 他们也都 基本上我知道 他们可能已经对一些 譬如你们大学的certificate 是的 改了制 基本上都已经知道 这些已经 譬如香港U 或CU 这些基本上 他们都已经 我知道 知道是真的 就OK的 都不会 再说有什么 特别说 我要看一下 查询的内容 又要深思 是啊 是啊 嗯 其实他们有 知道香港政府的 行动 譬如说 在内地 嗯 其实 你这么说 我那时候 都心理想 是会收紧的 其实他们是 我不可能说 特别是香港 他那几个 加拿大 UK Island 其实 固定地 他们都会去 review review 究竟是否应该 就这样 给他们考英文 或者不需要英文 给他们的牌 是在review 定期就去review 这些东西 甚至乎 review 譬如说 India India 会否放宽给他们 Filippino 这些会否放宽给他们 就是他们会 去regular 去看一下 对方 究竟在做些什么 自己会否因应到 对方在做些什么 调整自己的policy 所以其实他们 是aware 香港可能 是会 输入一些 其他地方的 有限度的 有限度的 专裁 什么 这个是会 是影响的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影响到 APRA的policy 以往这么多联裁 因为他相信 三大U 出来的Quality Nursing 才肯信任 我们训练出来的人 不要说 那些专裁下不下来 香港现在的Nursing School 在陷队的时候 怎样都一定会 review我们的Quality 所以 真的快点 其实就算 我认为 整裁了也没有 其实现在很多同事 都是 暗间整裁 过来 没来吧 今天飞飞来澳洲 为什么也没有 其实 不过 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每年逐牌 每年付钱 都是180元 有些人觉得贵 OK OK